我真的要哭 我現在很害怕 民間人們進去 但警察也沒進去 我沒有任何事 來來去去的本週國際開鍋啦 這次的主題相當沉重 帶走304條人命的南韓誓越號船難 即將滿三週年 本月23日終於被打撈出水 家屬看到腐蝕變色的船身 忍不住痛苦失聲 到達到2014年4月15日晚上 這艘載著大多數潭源高中生的誓越號 在大霧天晚上搶行出海 是唯一一艘快出港的船 16日早上快8點時意外翻覆 船隻鋼琴鞋時 廣步要學生不要離開位置 到至大多數人來不及逃生 現在這情況正在抑鬱 啊抑鬱了 我連一個人都問了 那男女孩都問了 那看我叫下 這幾個是嗎 正在搞定巢 我看你那一個人都問了 發訪 沒有 這是什麼 沒有 沒有 對 海警只趕到了 那他們只救起落跑的船長和船員 以及不聽話沒有待在船艙 跑到外面求救的乘客 海警不但沒有積極救援 對現場的情況也疑問三不知 海警不但沒有積極救援 海警不但沒有積極救援 對現場的情況也疑問三不知 海警不但沒有積極救援 對現場的情況也疑問三不知 就在這樣什麼都不清楚的情況下 學生們泡在冷冰冰的水裡 索性有民間漁船幫忙救出 在窗邊求救的學生 但之後民間救援遭到攬阻 官方又不行動 在這樣的救災中只救出了174人 之後陸續找到近300隻遺體 還有9人下落不明 救災不利讓家屬非常氣憤 死傷人數的資訊已亂七八糟 甚至一開始還一度傳出 整艘船的人都獲救了 這幾重大事故也太多奇怪的地方 包括前總統普錦輝當天 失蹤7小時 引進潛水員聽到乘客在船內拍打求救 卻遭阻止救援 還有事故前一天 學生其實是臨時被換打試月號的 而試月號的船主正是邪教組織 救援派創始人余秉諺 而普錦輝和另一個邪教 也就是永生教的教主崔泰銘關心一切 崔泰銘的女兒就是讓她陷入 閨蜜們醜聞的好姐妹崔順時 於是就有陰謀論認為 普錦輝和余秉諺計劃獻祭300人的性命 希望能讓崔泰銘復活 再加上崔順時幫普錦輝寫的演講稿中 曾出現這樣一句奇怪的話 他說 讓我們銘記學生們高貴的犧牲 種種傳聞讓這起悲劇添加神秘色彩 不過再回頭看看當時的影片 回顧帶頭的南韓政府 事不關己慢半拍的救援 心碎家長的怒吼 以及對示威者的暴力 其實比陰謀論更可怕 對示威者的暴力